巨鹿之战 巨鹿是张寒的滑铁炉 张寒是在帝国处于紧要关头的时候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 之前他的官职是少福 掌管着山林湖泊的赋税 当时陈胜的一支部队突破寒谷关 进军到戏 眼看就要攻进咸阳 情急之中 秦二世只好启用张寒为将 让他带兵前往平坦 这一回胡亥总算聪明 张寒确实是军事天才 刚一上阵就连连得手 杀陈胜于下城府 灭魏旧于林济 破向梁于定逃 当时在林济 齐王田丹和楚将向陀 都应魏王魏旧之请来救援 共战张寒 结果怎么样呢 田丹战死 未就自杀 张寒 岂非也是一代名将 然而要战胜向梁 却不容易 林济之战后 向梁率领储君继续作战 先后破张寒军 与东阿 濮阳 定逃 项羽 则与刘邦并肩作战 破秦军与雍秋 还杀了李斯的儿子李游 这个时候是没有理由认为 张寒会胜的 向梁自己也这么认为 事实上 在节节胜利之后 向梁已不把张寒放在眼里 每次提到张寒 都是一脸的不屑 他没想到 张寒并没有气馁 他更没有想到 秦二世会大批调兵增援 结果张寒反败为胜 大破储君于定逃 向梁也战死在沙场 张寒战胜储君后 便乘胜前进渡过黄河 一鼓作气攻入赵境 这时原来的赵王武臣已死 新赵王是赵歇 张尔和陈瑜则一为相 一为将 赵君被张寒击败后 赵歇张尔陈瑜 都逃进了聚禄城 并向楚王频频求救 淳王齿寒 楚怀王不能做事 问题是向梁已死 谁来降兵 怀王选择了宋义 宋义这个人 以前是做过楚国令隐的 他早就劝告向梁不可轻敌 也料定向梁必定失败 他甚至在初始齐国的途中 对迎面相遇的起始说 大人慢慢走 到到晚还能幸免 早早赶到定逃 只怕就没命了 这当然是先见之明 也可谓织兵 于是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 项羽为次将军 范增为墨将军 率兵旧赵 其他各部也都归宋义统领 号称清子冠军 也就是公子上将的意思 项羽却看不上这公子哥 宋义也似乎让人看不起 他率领部队走到安阳 便按兵不动 一停就是四十六天 他的想法是要静观其变 让赵军和秦军先打了再说 秦军败了就趁机打落水狗 如果赵军败了 秦军也会疲惫不堪 储军仍可承虚而入 捞他一把 于是 宋义不理军事 天天设宴饮酒 项羽忍无可忍 在项羽看来 宋义的想法 无异于痴人说梦 以秦军之强大 赵军根本就不是对手 哪有什么胜利成果可以分享 秦军灭了赵国以后 也只会变得更加强大 又哪来的可乘之机 什么我成其弊 简直放屁 何况 赵国叛救援 望眼欲穿 怀王忧设计 坐不安息 现在天寒地冻 大雨倾盆 战士们饥寒交迫 只能吃豆子和野菜 你宋义却功仇交错 酒绿灯红 有心甘吗 更糟糕的是 宋义还下了一道命令 但凡猛如虎 狠如羊 贪如狼 不听指挥的 杀无赦 这当然绝非项羽所能接受 他的回应也很简单 一箭砍下了宋义的脑袋 对此 无人表示异议 楚怀王也只能硬着头皮 任命项羽为上将军 担任了上将军的项羽 立即命令鹰部等人率兵两万 火速救援巨鹿 然后亲率全军渡过黄河 过河的时候 项羽下令凿臣所有的渡船 砸碎煮饭的顶锅 烧掉居住的房屋 只带三天的口粮 以示拼死一战的决心 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 破釜沉舟 破釜沉舟的储君 奸程北上 一到战场就与敌交手 破其防线 毁其壁垒 断其良道 乱其阵脚 结果 秦将苏角被杀 王黎被俘 涉嫌自焚 举鹿结尾 项羽一战成名 是的 项羽真正成为历史人物 起点就在此战 当时前来救援的各路诸侯 在聚路城外 建起的壁垒 不下十余座 秦楚两军作战时 他们都从壁上关 储君在战场上杀声震天 锐不可当 诸侯君在壁垒上 看得心惊肉跳 气都透不过来 等到战后 他们来拜见项羽时 无不战战兢兢 匍匐在地 只敢用膝盖着地 跪行进入园门 于是 项羽当之无愧地 成为诸侯联军的总司令 这一年 他二十五岁 现在轮到张寒纠结了 张寒兵败的消息 传到咸阳 胡亥龙颜大怒 谴责之令频频下达 张寒派人到咸阳解释 赵高却拒不接见 张寒的部下司马新说 赵高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胜了他嫉妒 败了他治罪 何去何从 请将军三思 陈瑜也给张寒写信 陈瑜说 秦罪冷酷无情 想想看吧 白起和蒙田 曾经立下多少汉马功劳 最后怎么样呢 死路一条 为什么 功劳太大 风无可封 只好强加罪名 现在将军宁可是 有功一诸 无功一诸 为什么不弃暗投名 难道看不出 天要王秦吗 于是 张寒投降 军粮已尽的 项羽也决定与张寒握手言和 两人相约见面 互诉忠常 说到赵高 张寒竟气不成声 项羽安抚了这位过去的对手 他立张寒为雍王 并让他留在军中效力 雍在今陕西省凤象县 春秋时期曾经做过秦国的国度 所以雍王其实就是秦王 张寒当然想不到 这很可能会是一张空头支票 因为项羽许给他的地盘 马上就要归刘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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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靠行走